我 看吧 林总义不是真心对你的 如果不是因为利益 他不会配合你演那出戏 那冯先生你是真心的吗 林老爷子诬陷我的时候 你没有真辨 没有生气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现在却跑来指责我 你不觉得自己有点过分吗 韩潜 我还是会认识你 我明知道你是殷姨派来我身边的 我还留着你在身边 我明知道你只是想利用我 摆脱跟殷姨的关系 但我还是任由你利用 你觉得你凭什么 冯思前 你别忘了 我们只是合作关系 我们只是合作关系 你应该信任我 你现在也只能信任我 我今天来就是为了告诉你 我和易奕早就离婚了 林老爷子想利用你 威胁我跟易奕付款 我原本是想借着今天的机会 公开我跟易奕之间的关系 但是我也没想到林总一会儿突然跑出来横插一脚 打乱我的计划 韩潜 我把我所有的底牌都亮给你了 我早就知道了 但你从来没有信任过我 我也从来没有信任过你 我们从始至终都只是互相利用的 是我们一直在告诉你 是我不好 我以后不会了 冯先生 如今你自己身陷局中 自身难保 又怎么能保得住我呢 不妨自己花点时间好好想一想 我要去过自己的日子了 冯先生 时间不早了 早点回去休息 韩潜 你你对我 从来都没有过半分真心吗 冯先生 你是我的客户 我对客户 从来没有半点真心 我只是想答应过你 我只想答应过你 我做到了 这就是你想要的吗 是 是 你在骗我对不对 你在口试心扉对吧 这真的是你想要的吗 是 好 照顾好自己 照顾好自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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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为金钱丧失过原则 但这一刻 我竟然希望我只爱钱 因为只爱钱 就永远都不会失控 冯先生 对不起 原谅我的身不由己 好 我已经按照你说的 何凤自贤彻底办完了 我会先受承诺 离开华清 放了我爸爸 他以为我能够缴 那样